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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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主持人好 你好 三分小姐 你是来自于夏威夷吗 我是来自河丹郑州的 离夏威夷一不远 我今天38岁了 看不出来 那就当然了 我的名字叫张丽 大家叫我丽丽吧 丽丽来干嘛呀 丽丽 其实我今天来向我看那么多人 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一上来这么热情洋溢 你会不好意思 你这样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说吧 来干嘛呢 是这样的 我今天来向租我们家房子的一个小伙子 向他告白 向自己的房客告白 我那会儿租房子 怎么没碰上这好事 这也是一个缘分嘛 那说说这个缘分吧 是这样的 我们家二层的 下面一层全部租给三户了 都算是四间房子 你说你38 一漂白亮的姑娘 怎么会有这么大房子呀 六年前 他那个出轨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 离婚的时候 当时我什么都没有 就剩下房子 去年那时候 我那有房子 我就说往外出租呢 那天那个中介 我带过来这小伙子 我当时特别震撼 因为什么呢 他长得特效 震撼 因为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感觉他长得像我 大学时候的出力 他跟你年龄相当吗 其实说年龄 我特别不好意思 我来猜一猜 你今年38 你顶多比他大18吧 没有他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他今年24岁 你干嘛那么不好意思呢 就大14岁吗 其实我感觉我们俩相处 也不像是相差那么多的 你包括我认他以后 然后我的服装啊 我的精神呢 什么的 我都有所改变 包括我今天来穿这件衣服 其实我也挺大胆的 我从来没穿过漏肩的 什么的 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很久 你的意思是说 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 让你重新做了一回女人 长什么样子 你有照片吗 长得很帅的 有照片吗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有 还帅吧 我们俩出去玩拍的 你们俩还旅游了 是吗 这没什么不好的 这又让我想到那首诗啊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时 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 玉玉与君好 我们从结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你们是在生理上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这个孩子40岁的时候 你多大了 54 对 你54了 跟他在一起怎么相处 在生理上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 也是不协调的 相爱容易相处难 你想想 他一个24岁的小伙子 可能还没有你经历的多 你们两个在一块 可能人生观价值观就不一样 我也谈过姐弟恋 你小多少 小多少 小大过于14 对吧 对不对 不要那么扭捏嘛 做都做了 怕别人说 是吧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多少啊 16 16 又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是 前提是要他主动 你感受到他对你有意思 有一次 明天晚上我们俩就坐着喝点啤酒 就说小远 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 然后他就说 我就想找姐这样的 就找姐 他说的意思什么的 我也会做饭 然后洗衣服什么的 来了以后他感觉有家的感觉 由此有没有关系更进一步 就这样的 你看他脏嘴闭嘴姐 其实 人家不叫你姐 你想人家叫你叫什么 我感觉 就像人们昌说的那一句话 说人人的生命当中 应该有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也应该有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说得好 既然他年龄小 我先喜欢他的 我想主动一点吧 你是真爱他 我完全能够看出来 但我也会想到 奋不顾身的爱情总是存在的 可是奋不顾身的婚姻 往往是痛苦的 亲爱的 我们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 好不好 对 因为呢 即便你们是年龄相当 背景相当 什么都很相当 三五年就散了 多的是 人生苦短啊 但是你要小心了 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 他能够接受你的爱吗 其实上 他用了一个计谋 他寻寻善诱 就是希望 他能够从你那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呢 又不上这个套 就把你吊着 他在吊你胃口 所以这个男人是很危险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感觉他能接受我对他的好 那就是证明他喜欢我 但其实我并不会认为 他们是一个情侣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他认为你是一个大姐姐 我感觉你说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难道你们两个真有牵手 有吗 牵手牵了吗 牵手 有时间我牵他嘛 那你们两个有亲吻吗 这个没有 我们都是纯洁的 不不不 没有 就因为你们现在很纯洁 所以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感情 是在姐姐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情侣之间的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长那么大 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他能让我改变 能让我的心 一个死的一个女人 能重新燃起这种感觉 我感觉都死了 三十八岁的张力 因丈夫过错离婚 拥有多栋房产 离婚后 张力一直单身 现在却因为租房 对比他小十四岁的房客 杜鹏远 一往情深 在张力的叙述中 房客杜鹏远 对他的追求和关心 都有回应 却因身份和年龄的悬殊 无法对他大胆表白 所以他今天鼓起演戏 来到节目现场 相比自己小十四岁的房客告白 如果事实真如张力猜测 杜鹏远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他大胆热情的告白吗 我们更多的人是希望 他能够开心的更长久一点 不管他们之间彼此 到底能不能走到婚姻的殿堂 至少不希望到分手的那一刻 你也伤心 他也伤心 你觉得呢 来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来问你几个问题 小远要是今天不来 不愿意跟你挑明 怎么办 一定不会吧 他很有可能不来啊 其实我心里也特别忐忑 如果他今天来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只把你当姐姐 甚至是当母亲一般的温暖 不可能 如果是呢 第一五我感觉不会 如果是呢 我想问你 假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 怪我自己自作多情吗 你会恨他吗 我不会恨他 你还会让他住在那吗 会 如果小远今天来了 接受你的告白 甚至愿意跟你结婚 你会做婚前财产公正吗 公正的话 我感觉 不用了吧 不用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喜欢他 我东西都无所谓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的父母 言辞反对 你怎么办 如果父母反对的话 我想用我的行动 用我的努力 去 去跟他父母尽量沟通嘛 行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订阅 谢谢大家 你感觉如何 很成熟 会照顾人 温暖 那你如何借定 你现在跟他之间的关系呢 我一直把他当亲姐姐一样 你要注意 你说话必须言辞准确 恳切 因为这是一段奋不顾身的 38岁女人的爱情 你到底与历姐之间 你一界定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男女关系 朋友 姐姐 你确定 确定 不是这样的 有朋友老是给你送礼物什么的吗 有朋友两个人一起穿青绿衫的吗 你说心里话行吗 这样 我们给他们一个单独的独处空间 先进入告白时间 你把你所有的困惑 想法都直接告诉小远 说得清清楚楚 一清二白 好 接下来是张力的告白时间 小远 小远 咱们俩 在一起 也快一年了吧 其实 除你来的第一天 我对你有好感 在你来的这一段时间 我都改变 你也能看得到 我从一个不爱说话的人 变成一个爱交流的人 你陪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那天你下班 我在家等你 其实我自己都忘了我的生日 你回来 你拉着我 你会立即走 我跟你说点事 你还记得吗 这房间以后 你把所有灯都关了 然后 你给我唱 生日快乐 我 三十八岁了 没有过我一次这样的生日 真的 真的 你 那一期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我就向你开心姐 其实 你每天上班走 我依然在家 我哪儿都不想去 我就盯着大清理表 我就看 从上午看得下 我就想等着你 等着你回来 我感觉 我感觉 你回来 我给你做灯饭 我都很开心 真的 咱俩真的不可能的 我感觉 你回来我给你做灯饭 我都很开心 真的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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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少年 几个月 真的 你 我感觉 我感觉 给你 我感觉 有些 我感觉 都可以 今 零 我感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说你喜欢我吗 本来这事真不想说了 但是今天这样 不想伤害你 可能我从小 没有妈妈的关爱 没有这种呵护 我太依赖这种感觉了 就因为你 村上有妈妈的影子 所以我才 你说什么呀 刚才 你刚刚说什么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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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难过 我 我回家就 就搬走 我 我不让你 不让你看见我 搬走 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天然这样对你 你竟然说 你刚刚说 不能跟她在一起的理由 是什么呀 没有 就 长痛不如短痛 请你说出来 刚才说了哪句话 让她变成这个样子 身上有妈妈的影子 她身上有你妈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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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身上是无 pouvoir 她身上炒过 她身上动 她身上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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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 因为我呀 装你的专心 他身上炒过 你自己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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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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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算以后搬走吧还是 为什么要搬走呢 避免尴尬 算了你别搬了 我这人性格你也知道 直来直去的 我也不是那种缠着你不放的人 虽然我伤心难过吧 但是也不至于这样吧 你别搬了 你房子该住你曾住了 我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就差你会怎么着了 我也不埋怨他 因为他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我做的这些关心他 也是我自愿的 其实也怨我自己 如果真要说错 你倒真没什么错 你要是说你唯一的错就在于 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太大大咧咧 太没心没肺 太单纯了 我建议你还是从那搬走 算了你别劝他 第二你给丽姐简单的道个歉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们可能将来还可以做朋友 这样吧 主持人 你别劝他 因为他年龄小 他今天能来到这 我都特别开心了 那个搬走的事 你别劝他了 让他还继续做吧 是这样的 以后 你就 你就劝他 我是你亲姐得了 完了 该怎么处 怎么处 行吧 我让你自己做选择 好吗 接下来我再给你一个很简短的时间 向丽姐告白 做出你的决定 好吗 接下来是小远的告白时间 你别想那么多了 不用跟我道歉 没事 我全当没事 无所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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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都知道范冰冰所称为范爷对不对 范爷如果我有机会和你合作或者是为你工作的话 我想一定会把你拿下的 我觉得你像是从那个秦朝穿越过来的人 就像是那个兵马俑里面爬出来的那个外星人 兵马俑里面爬出来的外星人 你是哪个国家的斯密达 他是秦朝的斯密达 你要表白的那个白富美 他真的跟你一样也是你们那个星球的人吗 我们都是地球人 我发现你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快乐的奇葩 阿拿多姿的奇葩 谢谢 我非常喜欢大家叫我奇葩 因为奇葩是独一五二的 陈宏伟在现场屡屡语出镜人 让大家感觉到在他自大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刻被自我保护包裹的心 由于在风里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压抑而自卑的陈宏伟 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与人沟通 可是有过几次网络沟通 已经意识到他问题的蓬蓬 本打算通过这次见面帮助陈宏伟 可是陈宏伟语出镜人 让蓬蓬十分尴尬 他还会来到现场接受陈宏伟的告白吗 我接下来希望你能够踏实一点 来向自己喜爱的女孩子告白 好 接下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你觉得蓬蓬今天会来吗 会来吧 你到底喜欢的是蓬蓬的这个人 还是白富美的属性 我喜欢蓬蓬的多方面吧 蓬蓬不是蓬蓬 如果蓬蓬出来之后 说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孩子 所谓的白不过是化了妆 所谓的富只不过是发了点豪车 所谓的美不过是收拾了一下 其实他很平凡 你还会向他告白吗 当然 因为每个人都来自平凡的生活中 如果蓬蓬出来说 不喜欢你的不脚踏实地 不喜欢你的好高骛远 你怎么办 我想我会发短信给他 我会感化他吧 最后再掏句点吧 你到底是喜欢他的富 还是喜欢他的人 我喜欢他的喜欢他的人嘛 发展空间比较大点 自信上进心 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我要回头的 一 二 三 金润珍珠 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完美告白 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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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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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来 光仅止于是好奇星支撑着你吗 其实还有一点最大的原因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我过来是想给他一些建议的 然后希望有一些话也想去他说 希望可以帮助到他 我想说我并不可怜 但是你的意见对我有起立 我非常是欢迎 我往那意见 他一直说你是白富美 美我们是看见了 白我们也看见了 我想问一下你真的富吗 我真的是不白也不富 其实我们家是工薪阶层 然后家里都是普普通通的 我自己也是做服装搭配的工作 然后平时喜欢跳舞 也会做舞蹈老师的工作 所以说都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那他为什么说你开豪车 那些全都是纯粹是爱好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 然后拍的好玩的照片而已 你害人不浅了 那今天来了 你已经看见了彭梦对你的态度 你还决定要表白吗 表白是一定的 既然来了嘛 一定要表白 我觉得这点勇气还是好的 我说过我从来不缺勇气 也不缺私信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表白吗 我可以接受 28年的人生漫漫长路中的第一次表白 很珍贵哦 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 接下来是陈宏伟的告白时间 好的 叫一下欢迎 我在博客留言留了很多 我知道这点 这点可能 可能让你感觉有点反感 你也许不会答应 答应我表白 但是我知道你喜欢吃糖葫芦 我什么都没想 特地下车在北京买糖葫芦 我也不知道老北京哪里卖糖葫芦 我跑了好多圈 我的脚上面都磨出了血泡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 我是一个非常努力 而且非常尽力的人 所以我今天买了一个糖葫芦 希望你来 你来品尝吗 那个糖葫芦就算了 不管是出于什么 我脚的摩托血泡了 我从天安门 天安门一直转了好几圈 我买 找不到糖葫芦 卖糖葫芦的地方 但是在晚上 我看到一个老大爷 在一个墙角旁边 去卖糖葫芦 我毫不犹豫地 给他十块钱 我买了一根糖葫芦 他说 小伙子 你一定要表白成功 我说大爷 我这个不敢向你打包票 因为 因为这个糖葫芦 还是有北京自身的特色的 它可能一串一串的 代表一个男孩子的心 男孩子的责任嘛 就像竹子的竹节一样 节节高吧 就是说 我对于你的努力 也是这样的 我从没有说过 我爱吃糖葫芦 有说回去的 其实我过来这次 除了是好奇 然后其实更多的是想 告诉你一些话 你所定义的那种白富美 是你自己所定义的那种 跟我定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心中所想的白富美 其实不光是女生要长得好看 然后还是要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心灵要美的 你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而且就算是 你追求白富美好吧 其实大家哪个男孩 不喜欢白富美 可是你也不看看 你是不是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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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锐珍珠》提醒你告白 有些人就是这样 屡债屡败 这屡败屡债 这些人你可以说他性格上的优势就是他天真烂漫 你说他的劣势就在于 他确确实实是不太成熟 所以还是那句话 因为爱而获取自己有用的东西是可耻的 而因为对方不表明 就一昧的付出也是可笑的 爱是相互的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部专家 《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